现在的慈济先遣团队已经在边界和海地当地的志工进行会面了 接下来就要展开爱的铺路 展开中长期的援助 另外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各地的慈济人都集体总动员 要为先遣团做最有力的后盾 我们就来看看在各地在进行不管是募金募款募善念的各项的情形 尤其陆位在洛杉矶的慈济医疗基金会 这位志工们先拉起了生产性为的是什么呢 因为灾区线最欠缺的就是医疗资源 所以要先在这个星期之内赶出3000个医疗包 紧急送到多米尼加再送到海地灾区做支援 海地人的痛 慈济志工感同身受 曾经参与去年慈济太子港发放的志工 对一无所有的海地居民有说不尽的联系 我们真的那时候很想帮他们 希望他们的卫生设备可以帮助他们 可是呢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很抱歉 我们没有水 那如果我们要给他们水的时候 他说我们没有电 没水没电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没水没电在地震后情况更糟糕 加入冷水即可食用的香机饭 此刻对于没有电力或瓦斯的海地灾民相当便利 我们一般的这个水去泡 不需要加热过的水去泡 大概40到50分钟左右 它就会变成是一碗香噴噴的米泡 慈济的震灾行动 华人媒体格外关注 现在慈济在美国和多米尼加 分别设立震灾协调中心 为先遣团提供强而有力的后盾 一个人做一样 从美西时间19号起 在慈济医疗基金会 志工们拉起了生产线赶做医疗包 医疗急救包里有止痛药 酒精棉片 干洗手 再加上一张英文法文对照的禁思语 志工们要赶做3000个 在这个星期送到多米尼加支援 除了急救包之外 我们还有大宗的物资会送上去 大宗的物资包括是听诊器 还有一些抗生素 还有外伤使用的像点滴 志工群分工但核心 医疗基金会平日深耕社区 此刻也正式回收的时候 目前包括美国和台湾 各种救灾物资紧锣密鼓筹备中 无法前进到第一线 但志工的心都在海地 白新闻美国洛杉矶总和报道